歡迎生活主播 趕美馨 美馨早安 趕快早安 大家早安 好 現在房價持續的走高 民眾買房的坪數是越來越小 接了就連豪宅 他們的坪數也越買越小 像是臺北市在這五年之內 平均的總數就已經縮水了 總坪數縮水了二十一坪 那美馨還觀察到哪些重點呢 我觀察到雖然最近房市交易量縮減 可是極致賣房子的人其實也不少 就有一些豪宅屋主幹 是要把房子轉售 所以慘賠了超過四千四百萬元 哇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會慘賠這麼多呢 現在把時間交給美馨了 好了 這個慘賠超過四千萬的個案 就發生在臺北市的中山北路附近 這棟豪宅遠雄富都屋主 原本是以1.24億元交易 結果最後賣出 慘賠了四千四百四十二萬元 跌幅高達了百分之二十六 而且拆算單價來看的話 是從每坪一百三十六萬元 跌到了九十一萬元 跌幅也高達了百分之三十三 那當地的房中就透露了 這棟豪宅的屋林十年 過去七筆的轉手紀錄大多都是以賠售作收的 但是這次是賠的最慘的一次 因為聽說前屋主有的資金調度上面的問題 急著要找資產公司來處理 所以才會趕著賣掉 抵價出托 而附近呢 相隔只有兩百公尺的中山富裕 也賠得很慘 社區九戶的轉手交易當中 完全沒有人賺到錢喔 除了一戶平轉剩下的八筆都是賠售 而且金額從一千萬到六千一百萬元都有 跌幅最高就達到了百分之二十五點六 而專家就說了 這中山北路二段附近 不是傳統的豪宅聚落 如果總價拉到上億元的話 產生一定的抗險也不太意外 那麼不只台北市 我們再來看一下全台的豪宅 房屋業者就做了統計了 過去五年豪宅的單價 還有平數以及總價的變化 可以發現說 不管是以單價還是總價來看的話 新竹縣市的漲幅是最驚人的 而且他的單價還突破了三成 這也不外乎跟新竹 匯集了許多高薪的科技人才有關 主客新貴們 已經成為了買房的主力族群之一 而且大力的拉抬新竹豪宅這邊的房價 而總價部分呢 台北市是七度之中 唯一有下降的城市 可是房價還是很高 而且坪數是全台縮減最嚴重的 減少了百分之十五 二十一坪 那桃園的降幅是位居其次 但是以實際坪數來看的話 也減少了二十三坪 那全台縮減最少的就在台南市 五年間的坪數只減少了七點八坪 降幅是百分之三點八 那去年的平均坪數 也還有將近兩百坪 幾乎都是一套三房的產品 而近期呢 很多人關注到的就是政府打炒房 再加上升息循環 也似乎讓房價開始有了鬆動的跡象 以上被視為房市裡同樣的這個預售屋 今年第一季的全台房價 整體衰退了百分之一點五七 其中又以台中市跌的最慘 季減超過百分之七 另外呢 中古屋的房價也進入了盤整期 尤其台北標準房單坪下跌了七十一點一六萬元 紀減百分之二點二五 全台跌的最深 這個房子現在總價大概是三千四百萬 那照這個社區行情三千一百萬就有機會 借助價格又應聽成交 看看台北市內湖這一戶中古屋 掛出售三房兩廳兩位玉 總價三千四百萬 建坪四七坪換算單坪七十二點三萬 不算低 想請屋主任力賣或許有機會 以我們公司最近成交的案例 有少部分有賣到五十八五十九萬的成交紀錄 房仲揭露這一代華夏 近期甚至賣出五十八萬低價 遠低於這裡近一年六十二點五萬的成交均價 顯示房市有鬆動跡象 但其實不止內湖 整個台北市今年第一季 中古屋價格走下坡 房價指數 季減百分之二點二五 全台跌最深 標準房價單坪來到七十一點一六萬 新竹高雄房價 跌幅排名第二第三 但都在百分之一以下 房價終於要下修了嗎 從一向被視為房市領頭羊的預設屋建敦尼 台北市成交季減百分之三點六三 新竹高雄台南跌幅都有超過百分之二 台中更慘下滑超過百分之七點一四 第一季全國整體房價衰退百分之一點五七 多數的案子它的銷售期會拉得很長 那尤其是預售案 它可能銷售期以前可能三個月到六個月 未來都要拉長到一年以上這樣的一個狀況 開春房市走下坡 新案中古屋全都為幸免 房市盤整轉為買房市場 向伺機出手多比較不吃虧 今新聞為要聽的方詞採訪報導 再來依舊是房產消息 以前有著面板五虎稱呼的中華硬管 其實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就已經宣告破產下市了 不過近期有三宗的房產遭到法拍 包括龍潭廠 陽眉廠 還有陽眉廠的外籍宿舍 其中最大比的就是龍潭廠 那他建物總頻數超過了十三萬頻 就要在明天進行法拍 不過這個一拍的底價非常驚人 高達了一百六十二億元 直接超越了先前全國最貴停車場的 這個信義計畫區的第三土地 而這筆金額也是拍賣歷史上 最高的總價法拍 不過想要一拍就拍出去 各界其實都不太看好 因為總頻數大 後續不管是要買斷或是搬錢 勢必都會衍生出額外的金額 而且再加上這個部分的廠房裡面 疑似有毒氣體滯流 所以專家都表示了 這個一拍的流標機率相當的高 那麼剛剛看完了這個時尚最大的法拍 再來要看到的也是全球最大的海外分店 張壽司在昨天在高雄 就開了兩千坪的超大旗艦店 其實高雄近年來 類似的大型路面店是越來越多了 像是無印良品 去年八月在岡山開了全台第一間的路面店 佔地七百坪 而且全家超商也在八五大樓附近 開了最大門市 坐擁百平面及複合式的服務 也讓業績比一般店多了兩到三成 蛋糕飲料泡麵通通買齊 但這裡不是超市 而是高雄最大間的全家便利超商 除了一般超商看得到的品項 這間全家還有超專業的咖啡專區 用餐區也更開闊 大理石牆面木質桌椅提升用餐體驗 開在高雄八五大樓附近的珍愛店 震地百坪南台灣最大 除了結合咖啡超市 還多了自助洗衣服務 迎合這一代小資客群需求 業績還比一般門是多了兩到三成 小資族啊就是那邊 他們平常可能就是也沒有太多地方 可以好好坐下 因為那邊其實餐廳各方面都很擁擠 有點像一站式服務 全部你到那邊就可以完備 然後又可以坐下來享用 那你等於空間也要大 人家在那邊的感受也會越來 就會比較舒服 空間越大消費感受越舒服 高雄岡山的無印良品路面店 佔地七百坪不但是全台最大間 無印良品也是全台第一間 從百貨賣場獨立出來的路面店 因為店大間裡頭除了衣服 生活百貨還結合蔬果區 烘焙麵包以及咖哩食堂 雖然百貨店自帶人流 但卻有時間貴位限制 大型路面店除了品項更完整 還有不少優勢 這些都是屬於知名品牌 本來就有一定的粉絲跟鐵粉 也不需要說你要再花很多的力氣 做行銷 到街邊之後 它同樣的租金其實可以大很多 去年暑假才開幕的 MUJI 鋼山門市 業績在高雄可擠進前三名 跳脫以往銷售門市大型店鋪 讓消費者體驗服務更有感 成功模式也成為其他品牌 未來營運模式重要指標 經濟新聞綜合報導 不知道最近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因為沒雨季到來了 所以室內也常常變得很潮濕 那這邊就提醒您有空的時候 可以檢查一下電氣插座 看看有沒有發現插座鬆動 或者是插座孔冒出銅綠色 因為這很可能就是綠鏽的氧化情形 一旦室內濕氣重 再加上插座旁邊的塑膠 也就是可燃物 還有上頭堆積了一些 這個髒污還有灰塵的話 就變得很容易導電 讓電線短路會產生火花 而消防員就建議了 如果有發現家中的插座有綠鏽的話 就代表內部已經發生了鏽石 或者是氧化 記得要馬上清潔或者是做更換 那如果插頭長期都沒有使用的話 建議還是拔掉是最安全的 而且拔掉不用的插頭 不只是居家安全 這樣一個小小的動作 可能可以幫忙省下不少的錢 其實一般人家中有很多的電器 都有所謂的待機電力 如果沒有使用還插著插頭的話 就會繼續耗電 比方說像是關掉之後 還會亮個小紅燈的電視機 還有微波爐 上頭會顯示時間 或者是洗衣機 還有桌上型的電腦等等 這些用遙控器來作為開關的家電產品 如果沒有使用還插著插頭的話 一年下來可能會消耗到 一二十到三十度不等的電力 一個電器就可能讓電費多支出了將近百元 所以建議你沒有用的時候 可以拔掉插頭 或是使用有獨立開關的延長線 來幫助自己省省荷包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進來看新聞的內容 現在把時間交還給趙文